新冠死者10个有9个 都是50多岁人口 而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风险 美国卫生部推出最新广告词 鼓励高风险族群尽快打加强针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CBS专访 却宣布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 各大疫苗产股价19号应声下跌 莫德纳重挫7.14% 盘中一度触及三个月最低点 辉瑞和Novavax也分别下跌1.28%和6.51% 公卫专家也质疑 新冠肺炎仍是美国第四大死因 认为拜登话说得太早了 白宫试图灭火 说总统只是想表达 新冠疫苗和疗法都很充裕 而在CBS这段专访中 对于是否在参选2024年 拜登罕见 欲待保留 CNN分析认为 拜登连任的确定性 在民主党内部已不稳固 而拜登顾问希望总统能在明年初 做出最后决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